一開始給我設定這麼多壓力 好 2011年啊 在台北華山 有一個很漂亮 就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它是一個台北文創基地 然後它舉辦了一個叫 設計者週的活動 它事實上是每年都會有一次的活動 那這一次的活動呢 它的主題啊 2011年那一次的主題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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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機不會動 OK好 它的主題呢 是要討論人性跟科技之間的界面 那因為我自己背景是蘋果講師的關係 所以很幸運 他們邀請我擔任這一場 就是其中一位講者 那當時呢 主辦當然他送出一個需求 他們就告訴我說 大白老師我們要一張你的照片 我真的沒有想太多 就是一張照片 隨手拿起蘋果電腦 我就拍了這張照片給他們 這張照片拍出去之後 沒多久 我就非常後悔 為什麼呢 因為他總共邀請了12位講者去 在那場講座 我的照片呢 跟另外11位講者放在一起 顯得怎麼樣 顯得非常有設計感嘛 對不對 後來這後悔還沒有就此砸住喔 原來這是他們統一對官方 對外宣傳的任何輸出物 DM海報 甚至官方網站上都是這張照片 所以這是 後來呢 這場講座 聽說官方說有2000個人 老闆很開心 哈哈2000個還聽人演講 那其實是很成就的事情 可是後來他們說 欸大方老師我們有統計啦 結果問選人為什麼來 1500人勾 勾了什麼 勾了好奇心 那另外500人呢 他們勾其他 然後寫同情心 所以這故事就告訴我們 如果主辦單位啊 跟你要照片的時候 一定要選一張帥照 是不是 我這次選一張騎腳踏車的照片 就不能亂選了 然後我叫BAM 然後你們也可以叫我大班 那我今天要講的故事呢 是加減成竹 它象徵了我這一陣子 人生的一些起伏轉折 那第一個符號是假號 我覺得它蠻能代表我的 小時候的經歷吧 小時候小聰明 然後呢 班上有沒有那種同學呢 告訴你說 我真的沒念書 然後隔天就考全班地面那種 嘿我就是那種人 很討厭對不對 然後呢 當Sales就賣很好 然後很快當上主管 升遷一路都很順遂 後來呢到了前一個工作的時候 老闆又給我這麼大的舞台 台上是我 我每個月都有機會 然後做招募 招募蘋果的行程 每一次都是這樣 七八十個人 然後讓你這樣慢慢的三選 很過癮 然後呢 我在兩岸三地 都有我自己的小學團隊 核心成員就有十幾二十幾個人 然後擴散到門市獎市 有一百多個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 很過癮的事情是 你的老闆會打電話問你說 大巴你現在人在哪 我說我在香港 你什麼時候回台灣 我還要去上海一趟 北京然後再回台灣 就是老闆對你的權限 對你的信任度 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一度加上去 這是我在中國大陸的團隊 跟著加上去的 還有什麼風險 就是你的優越感 你很有成就感 你覺得好像一切都成功了 好像都達到巔峰了 在什麼時候達到巔峰 到了美國去受訓 去出差的時候 全公司沒有人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公司贊助你去受訓 公司培育你 然後一度我就覺得 天啊 我人生應該就勝利了吧 這樣子 後來減號就發生了 減號從什麼事件開始發生 這個一路非常福祉我的老闆 就是關先生 他得了癌症過世了 在非常短的時間內 他一發現癌症 到過世不到半年的時間 然後跟JOBS是一模一樣的病 那跟著他一起減去的呢 其實還有很多 包含像是 你身上的光環 然後你身上的支撐 你身上的成就 其實都不見了 你被迫要蹲下來 那其實蹲下來看人 跟站著看人的角度 是不太一樣的 是吧 我們這樣子要看人 每個人都比你高 每個人都比你大 那你好的時候 朋友會來認識你 你不好的時候呢 你去認識朋友嗎 那講一個具體的例子好了 身為一個這麼資深的蘋果圈的 這個大佬級的人物 新手機上市 我從來不需要排隊等 應該是如此吧 這次iPhone 6上市呢 我打了三通電話 然後每個店長都說 啊班哥 這是貨真的很少啦 之類的 最後呢 還等了三週才拿到 這就是現實人生 那一度有黑Hunter找到我 我也成為黑Hunter 大家知道獵人頭嗎 這個工作 就是我們都在山上出沒 對 後來呢 阿楓剛才也有提到 我很多當年一起工作的夥伴 去了Evernote 很棒的大公司 去了Uber 當行銷總監 也有人跟著朱萍老師做事情 也有去蘋果圓廠 而當年這個大講題的長官怎麼樣 中年失業啊 流離失所啊 然後人生跌到谷底的時候 我就在Facebook打了一篇動態 然後我打下來文章就是 打下來文字就是這一段話 我發覺真實人生 其實她是有柴米油鹽降入茶的 特別那個光環逝去之後就是如此 然後成浩開始發生了 我做了什麼事情呢 我一開始呢 先面對我一個很大人性弱點 就是我非常討厭參加Social Event 雖然今天看不出來對不對 那是歷練過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要去認識朋友 要去讓別人可以 可以認識你幫助你 我以前覺得自己很厲害 大家都來認識我 現在我去認識人 但參加Social Event之後 我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大家都來Social 大部分常常不會像焦點鍵那種感覺 大家是互相交換名片 但是大家不會真的認識 在蘋果電腦裡面呢 通訊錄這個軟體叫做Contact 接觸 我覺得它取得非常好 很多時候我們交換名片之後 我們真的只是Contact 我們只是接觸過而已 我們之間沒有Connection 我認為從Contact走到Connection 你必須要透過一個深度的Connection 你必須要真正去認識這個人 漸漸這想法萌生之後呢 我就做了這樣的事情 叫做Big Talks 這是我自己在主辦的一個早餐聚會 對當時的我來講其實非常挑戰 因為我不喜歡Social 我沒什麼朋友 Big Talks在做什麼事情呢 每個週六早上 從去年開始每個週六早上 我會邀請六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夥伴 然後到一間星巴克 從早上九點到十二點 分享彼此的人生旅程 有人談人生 有人談挫折 有人談旅行 有人談家人 也有人談自己抗癌的過程 非常的感動 然後也我在裡面得到很多的啟發 那透過這樣的分享呢 我收集了很多故事 從台北台中到高雄 我都一直在做這些事情 包含今天早上 我也在台中辦了Big Talks 那我甚至為他架了網站 BigTalks.me 後來在2014年的時候 我之前的大弟子 他就找了我去Evernote 參加一個使用者論壇 我在這個使用者論壇上面 有看到一個我認為 就是我未來很想要成為那個樣子的前輩 我做了一件我從沒做過的事情 就是我去訂名片 我去認識他 我主動跟他聯繫 後來沒想到呢 這前輩他喜歡我 他喜歡我的文章 他轉貼了我的文章 我的文章又被經理人發現了 經理人月刊 是一個擁有40萬粉絲的雜誌 所以我現在也是上面的專欄作者 當時我就知道一件事情會發生 大梯的流量會導到我的網站來 所以呢我就急巴巴的 辦了我人生第一場自辦的課程 然後呢經理人也邀請我去辦了一場 百人的課程 可是即便走到如此 我都還沒有想過要創業 那也是今年一月的事情了 但是呢在這一場Big Talks 我認識這位夥伴 他叫玉婷 他是魔力宏的音樂總監 他是一個台灣人 但他五歲就去做New Yorker 他一直告訴我說 人生太短了 不要打安全牌 多冒險吧 就在我搭 他回美國的前一次 我們最後一次碰面 我答應他說 好 我創業 我答應他我要創業 我要去北京創業 因為我很愛這個城市 當天不到六個小時之內 我收到一個邀請 他加了我Facebook 他加了我LinkedIn 我反過來去看這個人LinkedIn 他是誰 他是一個來自北京百度的簡報訓練師 你不覺得細膩法則是真的嗎 不到六個小時之內 然後我根本沒有等到什麼時候 我馬上就約了這個朋友見面了 這個朋友呢 我們人生見面第一次20分鐘就變成Cofounder了 他也是我現在的合夥夥伴 然後他就是羊羊 然後他是湖北武漢人 那有了羊羊的幫助之後呢 我就很確信我可以創業了 因為一個人走很快 但是一群人才可以走很遠 接著呢 我們成立了第一間公司是Powerful Point 就是一個簡報顧問溝通公司 我們做的第一個兒子呢 就是Pitch Camp 那Pitch Camp呢 就是像這樣子 我們是台灣首個面對募資需求的 新創團隊的一個培訓 兩天一夜的 這我們在創業酒吧辦的說明會 這是我們請來的前麥肯錡的顧問 作為我們的業師 然後我們在支持會的培訓 黃耀文也是我們的業師之一 然後這是現場募資時間 當時民視還有台灣你們可以想到 創業圈的媒體都報導了 這是最後的大合照 那甚至呢在這結束之後 我們接到來自可口可樂這樣 就是全球大旗艦級品牌的邀請 我就開始緊張了 那是不是就是當年家號的狀態 我開始有優越感了 我就開始思索啊 家可以用剪香底 陳要用什麼才能香底 楊廚才能香底 我怎麼回 我怎麼去除去那些優越感呢 我的做法就是 現在每週五的晚上 我在睡覺前我就會開始想 這些到底怎麼發生的 可口可樂怎麼找上我們 為什麼半成成Pitch Cat 因為有羊羊 羊羊怎麼發現我的 因為經理人 經理人為什麼找到我 因為一個前輩轉了文章 為什麼我認識這前輩 因為Evernote論壇我去了 為什麼我會去Evernote論壇 我當年的大弟子邀請我去的 我當年怎麼有機會當他的大弟子 還是我老闆給我的舞台 而且你們會發現 在這一切的過程 心中只會有兩個字 叫做感恩 你的心情真的就是無比感恩 這一切都不是你自己可以辦到的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 玉婷分享這句話 作為這次分享的總結 Life is short Don't play safe Take more risk 謝謝大家 我是大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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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